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呀 给耳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有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叶军长 向英同志 叶军长 想不到我们俩在延安见面 想不到我们俩在延安见面 请坐 警卫员 到 给叶军长倒茶 是 军长 你们聊 等等 你这个小鬼 你以为叶军长是我吗 这么脏的杯子你也不刷手 回去 是 茶绣并不脏啊 而且特别有营养 我喜欢喝盐开水 这一晃快十年过去了 想起当年我们俩在莫斯科相见 给我留下的印象简直太深了 就像是昨天发行的事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印象嘛 我这个人是性情众人 胸无诚服 物不平则鸣嘛 我完全可以理解 来 叶军长喝茶 谢谢 请坐 怎么样 这十年过得好吗 李泉的孤艳怎么会好呢 你还好吧 转艳十年 国内可是翻天覆地啊 最有意思的是 卢沟桥事变以后 国共两党都开始联合抗战了 我们待在大山里啊 还一无所知 后来啊 陈毅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 召游击队下山 他们以为我们叛变了 把陈毅同志绑起来了 险些就砍了脑袋 这就好像两兄弟打架 尽管打出了仇恨 一旦外人跑来欺负自己的母亲 兄弟俩肯定会捐弃前嫌 一掷对外 把外来之敌 赶出自己的家门 叶军长 你可不要把蒋介石想得太仁慈了 我们不能忘了 我们那些被杀害的同志 那当然 你刚从武汉回来 听说前几天战事吃紧 是啊 我本来可以不回来的 可是我还是想尽早见到你 和中央一起商定 筹建新四军的大事 我向中央和主席表过态 我愿意和你经常合作 叶军长 你对未来的新四军 有什么设想吗 我还没有细想 首先应该是一支正规的人民军队 抗战中间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经过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已经成为 坚强勇猛 所向无敌的正规的人民军队 你别小看这几千人的散兵游泳啊 他们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革命精华 任何正规部队 都无法和他们相比 我知道 不过 国公合作 改编为新四军后 公开地走向抗战前线 部队就更应该正规一些 改掉游击习气 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 也不能轻视游击战争 我们在深山老林里坚持了三年 正是用非正规 战胜了蒋介石的正规 我们有我们的打法 你什么时候回武汉 准备在何处设立新四军筹备处 我准备明天离开延安回武汉 恐怕还得去南京面见蒋委员长 这道坎我是过不去的 我这次来延安 还没跟他打过招呼呢 那好 你先走吧 我还要待一段时间 和中央讨论有关问题 对不起 好 那是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合影 你这一看照片啊 我就想起了 当年我们俩在莫斯科 丽娜给我们俩照的那张照片 我在五次反围角的时候弄丢了 你的那张还保存完好吧 好 好 好 这可是珍贵的纪念 我一直保存在身边 不过这次没带在身上 放大了留在澳门的家里 等我回去给你翻拍一张 做一个大箱矿把它挂起来 那太好了 当年我在中央苏区的时候 经常拿这张照片给别人看 让大家一睹北伐名将的风采 好多人哪 虽然没有见过你 但是一见你 就能认出你来 其一兄 臨危守命 任众道远哪 更多的话我就不说了 希望虞兄凿日冲逢 我很快将帅中共代表团 赴武汉与蒋介石谈判 筹建新四军的事 就全权拜托你了 关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改变为新四军的问题 我党坚持的原则是 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但绝对不允许国民党 派任何人到新四军来认职 这是我党的基本态度 王兄在与国民党交涉的时候 掌握这一原则 这样做是为了坚持 党在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 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 和政治工作机关 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我理解党的意图 一定尽力周全 水到渠成了 汐义兄啊 为了抗战大局的需要 你还暂时不能恢复党籍 甚至将会受到某些委屈和误解 这是汐义兄 个人为党做出的牺牲 我再次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 向你表示感谢 谢谢你 汐义兄 你是个好同志 党是信任你的 是信任你的 放心吧 保住 正副主席 伟元长好 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吧 这些年你流亡海外 别人忘记了你 我去派慈修三姑茅庐请你出山 我珍惜人才呀 感谢委员长的器重 我愿为民族抗战尽绵薄之力 你不用顾左右而言他 我也不逼你 叫你说共产党的坏话 你不会说打掉牙 往自己肚子里咽 你心里明白 走吧 谢谢 昨日报端披露 委员长要离开南京 移驾武汉 我是不会离开的 国民政府前天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 已经正式决定将首都迁移到重庆 秦一啊 听说你刚从延安回来 是的 毛泽东邀请我去见个面 谁批指你去延安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请示过何音钦部长 是他同意我去的 我考虑要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改变的新四军 不跟中共领导人接触一下 把一些事情说清楚 我将来怎么去指挥这支部队 又怎么能完成委员长交给我的抗战杀敌任务 中共对改编新四军是什么态度 中共中央同意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拟编两师四旅八团 同意蒋委员长核定 由我来担任新四军军长 同时推荐向英任新四军副军长 周子昆任参谋长 邓子辉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任第一师师长 张鼎诚任第二师师长 报请委员长部队开拔费十八万元 他们还有什么条件吗 我请辞修待转的军师旅首长任命名单 想必委员长已经看到了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委员长尽早地将委任状核准颁布 不行 不能太过分了 西医 你应该明白 你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军长 不是哪一个党派的代言人 改编后的新四军 归属国民革命军系列 不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你的任命是由我来核定的 副军长和市律长 应该由政府考核任命 不能由共产党说了算 还有 八路军拒绝政府点验 我们已经做出了让步 改编后新四军不能顾忌重演 政府一定要派人去点验 按人员枪支定编制 按编制和任务拨去想 你先由政府说了算 委员长 现在大敌当前 国共两党都是从抗战大局出发 同意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为新四军直接开赴抗日战场 堪称国共合作的典范 中共推荐的军事级首长 都是能争善战的红军将领 好了 你不用再说了 西医啊 你全然没有政治头脑 中共安排的这些军事首长 全都是共产党 唯独你不是 将来 你怎么领导这支军队 怎么指挥他们打仗 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委员长未免危言耸听 不利于团结抗战之大局 我和叶军长在商谈军务 请无关人员免开遵口 记忆 我在外面到底 委员长 如果人事任命有待商榷 请先解决军费和装备问题 现在急需划拨部队集合开拔费 十八万元 欲含棉衣一万套 钱的事我不管 打游击也不需要军装 委员长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共产党提名的任命不批准 军匪军序也解决不了 我岂不成了光杆司令了 我没法改变红军游击队 也当不了这个军长 请委员长批准 我立刻辞去 新思郡军长之之 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 说辞职就辞职啊 我看这个军长还是由你来当 我们有事好商量 关于军费的问题 必须找辞修解决 你们是老同学 他能不给面子吗 委员长都不给面子 同学也能指望 敌机轰炸危险 请委员长赶快离开 西医啊 回头我让人拨给你一辆 不特轿车 再拨给你中将制服和薪水 我是吉言利色 恨铁不成钢之意 好了 回头有事 你可以直接见我 谢谢委员长 我尽早赶回武汉 1937年12月18日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 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进一步磋商两党关系问题 不久 向英率大批高级干部 与叶挺军长会合 叶挺同志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让我转达对你的崇高敬意啊 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同意 成立新四军 实质上 在改变和筹建过程中 设置重重障碍 甚至阻挠和刁难 你运用自己的声望和社会关系 迅速打开了局面 通过不懈的努力 基本达到了中共提出的要求 你为新四军奔走呼号 招兵买马 募集经费 购置军需物资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 问来 我算是看透了 蒋介石根本就不愿意成立新四军 新四军成立了 他又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怕得要命 一句话 就是怕人民站起来 隔他的命 北伐的教训记忆犹新哪 全民抗战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我党愿意摒弃前嫌 对国民党政府做出某些让步 甚至包括改变军队 但绝不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 我明天要会见蒋介石 代表中共中央提出 关于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建议 促进国共合作正常化 再过几天啊 我带领大批高级干部抵达武汉 与你会合 太好了 我也招募了很多人马 与向英同志会师 叶军长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参谋长张云义 这是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 秘书长李一芒同志 我介绍一下 军医处长沈其震 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 敌工部长林之夫 民主党派大学教授 军需处长叶甫平 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需处长 剩下的都是我的老部下 快过年了 叶处长 给延安来的同志们 每个人发八块钱 开开婚 是 出手这么阔组 哪儿来那么多钱啊 当然是江卫园长给的 和迎亲总长 批下五万大洋的开办费 好 叶军长 我已经通知了南方八省十四区的 红军勇军队 开始收拢部队 准备集中接受改编和点研 军部和四个支队首长的任命 以及军费编制和装备问题 就全靠你了 将近是买你的账 可不买我的账啊 蒋介石是任何人的账都不会买的 这是大势所趋 向副军长 楼上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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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28日 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新四军组建序列 军长叶挺 副军长向英 参谋长张云毅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副参谋长周子昆 政治部副主任邓紫辉 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 由陈毅 张鼎成 张云毅 高敬廷分任司令员 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 由向英任书记 陈毅任副书记 同志 君子 十年没有见咯 你看你还是这么威武健壮 神勇不检当年喔 我们打心里头高行哦 是啊 十年 风雨飘摇 艰苦卓绝 出生入死 把你这个杨学生也锻炼出来了 我记得当时 你在周氏帝的第二十五师 没有赶上南昌起义 后来在团里当指导员 跟着朱军长上景康山 真是委屈你了 那个时候啊 有章打就可以了 当杀子官无所谓啊 军长 你还记得吗 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 从赵庆出发的时候 我只是您手下的一名小排长 露天一战 你不是升了连长了吗 现在当了副参谋长了 我们连共九十八人 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和党团骨干 最后打得只剩下三十二人 一营长曹渊同志身先士足 全营只剩下八个人 军长 你看 我们的秀才来喽 军长 独立团从赵庆出发的时候 你多大岁数啊 报 军长 小城当年年方十九 对喽 至今尚未婚配 好啊 新四军找了不少女学生 你随便挑 军长 你看看 你还认不认得 您的这位警卫班长 南昌起义的时候 你派他到朱德那个地方 接应教导团饿 我呀 当时就是给军长刨破腿 也没起什么作用 你这个小班长可起了大作用了 听说你负过伤 军长 部队从敏干边境 撤离武平的时候 一颗子弹从拳口这儿穿了过去 叶军长 这位是第四支队司令员 高靖庭同志 高靖庭同志 是厄与晚根据地的创始人 红二十八军政委 他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幽军战争 牵制了国民党十七万正规部队 他为主力红军长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支队也是新四军人数最多 装备最强的主力部队 高司令威名远扬啊 蒋委员长出十万大洋 买你的人头 各位 请入席 请 各位将领 各位同志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们盼望已久的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总算到来了 今天大家走出了山沟密林 来到了抗战中心的大武汉 各路英雄大会师 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来 我们干一杯 干 请坐 对于你们的到来 我表示热烈的欢迎 同志们 我们是一支久经考验 深经百战 政治坚定 忠于人民的革命军队 一定能够肩负起 中华民族赋予我们的 开展敌后抗战的光荣任务 党中央信任我 器重我 让我来当新四军军长 使我有机会向同志们学习 和大家一起战斗 我感到非常地荣幸 你们都是红军的高级将领 党的骨干力量 今后我们要坚决沿着 党指引的方向前进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正确领导下 在在座的帮助和支持下 坚决抗战到底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好 来 让我们干了第二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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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同志们 请允许我 代表今天在座的 各位红军将领 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全体指战员 对叶军长的盛情款待 表示衷心的感谢 好 新四军的成立 是国共合作的成果 是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 也是我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 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胜利 今天 为了抗战 我们大家走到一起来了 叶军长是北伐名将 为创建新四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希望大家尊重叶军长的领导 认真执行叶军长的命令和指示 在叶军长的领导下团结协作 加快部队的改变 争取早日开赴抗日的前线 打击日本侵略者 好 同志们 我们大家举起杯来 共同敬业军长一杯 来 来 我准备在浙江化地围牢 把新四军控制在后方 浙江是委员长的家乡 卧榻之策岂容他人汗税 是 共产党在此驻军 无疑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恐怕不妥 此修言之有理 反复考虑还是把新四军挂在第三战区 莫三啊 我把新四军放在晚南的岩石镇 你看好不好啊 你把新四军带上去 华北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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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三 你和西仪也是保镇军校的同学 交情不浅 我把新四军放在你的第三战区 你该怎么办呢 总之办法由你来想 我是放心的 毛泽东和我下了这么多年的棋 这次只是换了个棋盘 他那些招数是瞒不过我的 我把新四军摆放在江南的墓地 他心里肯定明白得很 也会同意我的安排 毛泽东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会趁机建立共产党的关中 楚汉之战 汉高祖刘邦出使势单力薄 不是西楚霸王项羽的对手 但是他笑到了最后 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汉朝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有了关中这个附属的地方 要兵有兵 要粮有粮 毛泽东也想趁机把江南 变成他的关中 校长神奇妙算 入目三分 但今非昔比 请校长放心 共产党绞而不灭 日本人来了反倒让他们成了气候 对共产党不能养虎为患 必须严加限制 始终我们要征大第三支眼 是 现在全军各部队 已经陆续到达满南指定地点 集结整边 军部机关和直属队 驻扎在岩寺镇 三个支队已整边完毕 第一支队驻扎前口 第二支队驻扎趴唐和趴村 第三支队驻扎西西和砖桥 第四支队在一碗边境七里平 完成改编 东进江北开辟晚中抗日根据地 全军已经换装准备接受点验 好啊 铁流千里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 真不容易啊 我要亲自去看望 这些红色的游击剑儿 向他们表示慰问和敬意 他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都是我们重新组建红色铁军的骨干 相复军长 我们大家一起去吧 好 大家一块去吧 好 走 走 走 有得上 走 把照片拿来 是 相复军长 这是我在延安答应你的 给你翻拍了一张 谢谢 这不是莫斯科吗 莫斯科是 是啊 我的那张五四反围角的时候弄丢了 我看看 看上去比现在都年轻吧 这是十年前照的 当然比现在年轻了 这张照片啊 放到博物馆去 很有纪念意义啊 嘴头 警员 挂到我的房间去 是 走 我们就先到陈毅的第一支队去 走 走 叶军长这手杖不错嘛 好 很有特点 这是权杖啊 这是我夫人为我特制的 你们看 这行军呢能探路 休息的时候可以当板凳坐 这里面还有一把防身的利剑 我准备给每个指挥员都送一把 好 我同意军长的意见 谁给我发一个 我看看 我看看 好啊 你们瞧瞧 有意思吗 不错啊 不错不错不错 好 走 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激 World 鹪 帮 墓 这栽范真不好 挺困极的 某天空气真很难的 老相 老相 拍个照片吧 好 这碗南的景色就是美啊 是啊 那不快 打相机 我就不让了 我照相不好看 老相 照嘛 走走走 照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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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走走 来 来 一 二 三 好了 我可听说 咱们军长是北伐名将 就连老蒋都很佩服他呢 是吗 那当然 我听指导员讲课说 在北伐战争中 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 打得是最棒的 叶挺 他还领导过南昌企业和广州企业呢 是啊 是啊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 叶挺要是还活着 那肯定当总司令了 哎 小鬼 叫啥子谁偷啊 报告首长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叶军长 行啊 问吧 请问军长 您是不是叶挺独立团的团长 您是不是叶挺独立团的团长 你这个小鬼啊 有眼不识泰山哦 我就是叶挺 怎么 不像吗 小鬼啊 给叶军长当警卫员 你很幸运呐 放过首长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叶军长 看来你喜欢独立思考问题 问吧 请问叶军长 为什么广州起义以后 就没有您的消息了呢 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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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军长 相副军长来了 快请进 是 叶军长 还没休息啊 老下 有事吗 对 坐 好 刘班长 到 给相副军长起咖啡 是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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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喝那玩意睡不着觉 还是免了吧 叶军长 那个警卫员我已经处理了 退回联队到垂石班去了 警卫员 哪个警卫员 哪个警卫员 你忘了 嚼舌头那个小鬼呀 太不懂事了 我要严加管教 老下 不能这么做吧 他们又犯什么错 他叫什么名字 叫熊辉 是老周啊 从延安带过来的 他是个新战士 我想把他留下来 刘班长 到 把熊辉给我叫来 是 好 叶军长 你的警卫班是配备六个人 已经满园了 还是让他回去吧 老下 今天的事对我触动很大 年轻战士很单纯 很可爱 童言无忌 但他说的话刺痛了我的心 他让我再一次深深地反省自己 我拖荡整整十年 可我心中的委屈和痛苦 无法向别人倾诉 请相信我 无论何时何地 我的心 永远没有离开过党 我只能吞噬 自己酿下的苦果 叶军长 叶军长 你不要太过分苛责你自己了 这不是你的错 你是一个追求精神完美的人 党和人民非常地信任你 不然的话 也不会把新四军这副重担交给你 你放心 我向英是个老共产党员 当派我到新四军来和你做搭档 我会竭尽全力地配合好你的工作 绝不辜负中央对我的期望 以后啊 像这件小事 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老相 我相信你 我会全心全意地 服从党的领导 发 雄辉来了 小鬼 愿意给我做警卫员吗 首长 我 我愿意接受处分 谁处分你 为什么要处分你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错 相反你给我敲响了警钟 问得多好啊 这十年 为什么没有我夜挺的消息 因为我受到了委屈 脱离了革命的队伍 没有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这是我沉痛的教训 我希望 能与你共勉 干革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革命的道路上 随时都会遇到艰难 危险 挫折 委屈 一定要坚持下去 不能半途而废 记住 就是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也要把革命干下去 干到底 你 君长 我记住了 去吧 刘班长 熊辉就留给你 把那个包子调回我那儿 是 现在 请叶军长讲话 大家欢迎 同志们 首先我要对中央派来的 各位红军高级将领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全体官兵 以及各地为抗战而参加新四军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 要是热烈的欢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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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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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